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8月28号 8月28号 也没什么太特别的日子 我印象中应该是当年奥运会结束的日子 8月28号 结果今天看到的新闻 一大早看到新闻 中美之间突然在军事上 就是在面对面的海军跟空军之间的 出现了一个明确的对撞 这种对撞呢 就是很难讲 它是一定是要达到一个什么结果 但是是非常明确的一种表态 而表态的很大 缘由 你可以把它称为摩擦了 所以中美之间是否真正有军事冲突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呢 保持这种军事之间的对抗 强硬的对抗 似乎是双方政权 双方权利者都需要 拜登需要对中共国的这种表面对抗 来保持他党派的利益 因为在美国的社会当中 反共已经成为了一个人们比较共识的东西 一个普世价值 人不接受共产党 所以作为左派的领袖 他同样要保持跟共产党有着对立的层面 有着对立的层面 但是因为整个话语权从全球的范围内 话语权同样是在左派的势力当中 所以当他做出这样的表示跟表态的时候呢 大家会看起来那种声音很好看 所以这是左派的做法 但左派这个做法本身呢 会促成左派自己的利益的本身 跟魔鬼统治世界之间给切开了 起码从表面上他是切开了 那切开了就符合了左派本身呢 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呢 他什么都干 实际是左派又切断了自己的 恶的生命内在的根脉 这样的话左派就会看出 大家会看出他很呼着 就是很表面化 很昌盛 但他没有底气 就是明眼人都可以看出他没有底气 而且事情做的本身呢 很表面很浮浅 但很夸张 夸张的一个巨大的理由就是媒体 主流媒体确实控制在 左派的势力的范围 他们相互依托 跟左派的媒体 跟今天的所谓的法律 相互依托相互存在 那这种共患难 所以就出现这么个场面 所以大家看到这是一种 中美之间的表面冲突呢 在维持这份关系 那中共呢 习近平要以反美作为他 来最终获得自己所期待的 在中共国的控制 在中共国的框架下 他被称为党的主席也好 至高的人民领袖也好 他的思想家 战略 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的思想家 战略家 政治家 任何一个什么东西都可以 他的称号 就是他的称 他现在只需要称号了 因为他什么都有 对不对 那当然他也不敢上外头洗桑拿去 他不敢去 他媳妇打他 所以他不敢洗桑拿 除此之外 他什么都有 他不敢烂搞女人 他害怕 他真害怕 所以剩下他什么都有 他什么都有 他唯一没有的就是名号 习近平唯一缺的是名号 那名号呢 是虚张声势 那反美呢 同样可以虚张声势 完全可以 用自己的军队 用自己其他人的那种付出跟牺牲 来保持他的名号 这是习近平需要 所以双方都需要彼此之间的 一定保持一定程度的这种冲撞 诅咒骂 这是我个人角度看到他的框架 那这篇照 这个照片呢 是今天一大早 在福克斯新闻网的头版头条 他讲述了美国的 美国的一个海军陆战队 就是海岸 就叫海军陆战队 他说是海军陆战队的 他的巡逻舰支 那在太平洋水域呢 在他在太平洋水域执勤和救援的过程中 他需要到所罗门群岛去加油 停靠加油 补给 结果所罗门竟然拒绝了他 所罗门群岛不让 不让美国的舰支 在他的港口停靠 而他相应的一些官方手续都已经做完了 所以这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故事 原因就是 所罗门群岛把自己卖给了中共国 当把自己卖给中共国的时候 那中共国的要求就是占据所罗门群岛的港口 所以中共不允许所罗门群岛的政府 接受美国的舰支 在这补给 补给跟加油 故事这么来的 所以这就变成了一个正面冲突 那中共国的势力进入了太平洋的中心部 这个地方距离澳大利亚很近 大概一千公里左右 所以这就成为了一个头板头桥 那本来太平洋水域呢是美国的 完全是美国的势力 那你现在 那如果中共占据了所罗门群岛 也就变成了 他把一些具体的 他海军的力量没有那么强 但是他去占据具体的国家 你比如说 在斯里兰卡也是同样类似的做法 在南海同样是 南海的一些群岛建立基地是同样做法 他用这样的做法去弥补自己 在海军本身上的他的弱势 这个东西就是一种花钱做法 是一种我以为就是虚张声势了 因为他自身的战争能力是不具备的 但是呢 他可以在和平的情况下 表现出打架字 你动我一下 你动我一下 我一直跟大家解释 习近平就像北京胡同打架那个 你敢动我 你试试 我跟你说你要动我 我跟你说你后悔 后悔三辈子 连你那个嘴儿 你就抽他一嘴巴 你真敢打呀 你真敢打呀 我跟你说 你想过后果没有 你又给他一嘴巴 他就开始往后退了 谁是怂包 谁就跑 有本事你别走 你等着我 我跟你说 你你肯定不是怂包 你如果你要是怂包的话 你肯定跑 你已经你已经动了我两下 我一下都没动你 我你听不听清楚了 我一下都没动 就这个 那今天习近平基本上是这个 所以他是在北京 也是北京打架挨打打出来的 这个东西改不了的 江山一改 秉性难移的 我跟大家解释过 是因为秉性难移 所以江山一改 所以秉性难移 明被人识破了 他根本改不了了 他占着什么的江山 他到时候也完蛋了 因为那个东西是他寿终正寝了 如果有人说 曹哥那不叫寿终正寝 这个词呢是一个好词 但实际他里面讲述的意思呢 是个命运 这个词在我眼睛里 它的原意是个命运 所以这是故事了 就走到 这就出现了一个中美之间的冲突 在这个新闻出来之后 这是新闻出来之后 大概几个小时 美国第七舰舰队的两艘巡航舰 大概是从南向北 穿过台湾海峡 那一开始这是被路透社报的 那后来第七舰队刚才在这个 刚才在推特上证实了这件事情 第七舰队自己证实了 说我的两艘 我们两艘这个巡洋舰呢 正在通过台湾海峡 那中共嘛 把台湾海峡当成自己的内海 因为他道理 他说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那这边有台湾 中间有澎湖列岛 那我是大陆 那当然这都是我的了 所以两艘一算都是我的 那人家有道理 对不对 人家有道理 所以当算成它的时候 那美国人不敢说这是国际水域 那中共国谁敢侵犯我灵筒 我就打你 对不对 那美国的两艘巡洋舰就去了 那与中共国的实力来讲 去打两艘美国巡洋舰 肯定可以打 对不对 当然打完之后什么样是另外一回事 我说肯定可以打这两艘巡洋舰 所以这是这是故事 那美国做法 这是在佩洛西出访台湾之后 我们看到最新的行动 那出访台湾呢 是8月2号进去的 8月4号离开的 今天是8月28号 所以这是美国最新的一个动作 那最新的动作去表示的 去表现出他的态度 我想这个态度 可能跟所罗门群岛有关 跟那个 他不让加油有关 代表中美之间的一种 一种冲突 一种冲突的故事 那同时间还有另外一件 这是同时间的事情了 美国军机进入了中共国领空 那被共冲的飞机说呢 严重侵犯了我国的主权 这是香港自由 香港呢就叫什么 自由时报报的 他说是独家报的 他的来处呢 是从网上拿到了一些录音 就是在航空过程中 有很多机长之间的录音 或者就这种 radio的录音的一些网站 他听到了这样的对话 他讲大概有两架美军飞机 其实美军飞机进入了台湾领空 先进入了台湾领空 后来台湾的军机就提出来 说你飞机到我这来了 这里是台湾 你飞机已经进入了我的 这个识别区 那美国飞机就离开了 美国飞机离开之后 已经有点进了中共的 中共国的领土 那中共国也说 你进入了我的识别区 你应该离开 这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美军没理他还望里飞 说你还望里飞 你怎么还望里飞 你已经严重的侵犯了 我国的主权 他的原因 录音是这么来的 他的新闻媒体是这么爆 所以呢 我们如果从一个 比较完整的一个picture 可以看出来呢 下面在美国的军 美国的军舰 在通过台湾海峡的同时 那美国的军机呢 真的是在 同样是在这个 这个空域当中呢 来做他的故事 所以这是 我以为就是 表现出这种冲突 就是 你如果中共 你不让我的 你不让我的军舰 对吧 海岸警卫队的军舰 在那个 所罗门加油 那我呢 我就跟你说 我就在这儿 我不会走 所以这是保持一种冲突的状况 这是现实环境中的 一种外界的环境 那作为内在的环境 其实不是很 这是刚才 我们说路透顺 那在北京的状况呢 是有点特别 北京的周围开始 开始疫情啊 就是疫情 它表现出更厉害 它说 开始包围北京城 我个人觉得 这个东西就这样了 你只要是这么去查的话 它永远是这样的方式 如果你中共国 愿意以这样的方式存在的话 只能代表是 你们当初 就是习近平当初 所对武汉 实验室 武汉病毒的来处 他的判断跟理解 所以他 当他的判断跟理解 也就速成了两年之后 今天他 他认为只有这个办法可以 那这个办法 就是来保证他 认为 不会出现更大的麻烦 他认为 我以为他认为肯定可以出现更大的麻烦 所以他没有别的办法 吃药 这个对于他来讲 其实是没有用的 就是吃药也好 打针也好 按照习近平自己知道的话 就是瞎猫碰死后 碰着就碰着 没碰着就算了 因为这个东西出来 是 是 他知道他来处 但我坚持这么认为 所以才会出现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故事 石家庄 石家庄这是河北的省府了 天津全市进行核酸 那香港在创新高 天津跟石家庄 如果都是全市进入核酸的话 北京基本就拿下来 所以无论他采取什么样的方式 最在管制跟 管制跟封城的 最严厉的中共国 不过如此 不过如此 所以在任何其他的社会中 我们同样看到 类似的管制封这些都做 你就知道这是人的 在科技背景之下 被科学奴隶之后的 一种威卑的表现 就是一种 没有自我尊严的一种表现 那这种没有自我尊严的表现的原因 是他不懂得 失去了道德信仰之后 他不懂得什么是尊严 所以只要保住命 一切都OK了 他原因在于怕死 那怕死 怕死的人 猖獗的人 就是 就是 蛮横野横的人 野蛮的人 是真正虚弱的人 那我个人从现在这个角度来讲 就能理解 完全能理解了 善良的人 他在相当程度上 是因为他拥有道德的境界 所以这个人才会善良 强悍 彪悍 和这个 就是我们只是普通人了 强悍 彪悍 用暴力的一切 来表示自己 自己的这种存在感的人 他是个虚无的人 他在另外一面是虚无的 你人的这面表现 最越强 越强性 越就是野蛮的 没有道德约束的 来 来用足了人间所有的理由 法律 正义 公平 自由 你用了所有这些理由的形容词 来表示你的存在感的话 你基本上就跟与魔鬼同在 你基本与魔鬼同在 因为你的一切的获得 是肉欲的 贪婪的 而一切的获得的肉欲的 贪婪的基础 按照你西方的宗教说 第一个人 就是该隐 杀了他的兄弟 骗了他的 骗了 真正的神 耶和华 然后向耶和华要条件 我杀了我兄弟 是活该 但是如果别人杀我的话 你必须 你神必须保我 那耶和华真保他 这就是人 所以我才 我才跟你跟大家讲说 你没有神性的 没有信仰的 当你谈到所有正义 理由 自由 放纵的一切 你就是邪恶的 因为你的祖宗是该隐 杀了他兄弟 那故事基本就这样 同时中共国内呢 围绕习近平 习近平会放弃 不顾计一切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了 那有人说叫暗讽习近平 说要导致全国大乱 他原题还是来自于这个香港灵异 基本上是一个来头 香港灵异呢 他讲述了 在这个颂扬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问题 以他作为基础 我以为你往下看下去 往下看下去你就知道 习近平要在邓小平的 习近平两只脚 一只脚踩在邓小平的肩头上 一只脚踩在毛泽东的肩头上 俩个头差比较大 所以他会踩歪的 他会掉下来 那改革开放 他在改革开放基础上 再进一步 邓小平做不到的改革开放 那邓小平怎么做不到 因为邓小平没有习近平的新思想 所以站在毛泽东的肩头上 说我拥有今天中国的新思想 所以他就厉害了 他给站在中间的 所以你任何看到有关邓小平 有关习近平的故事 什么否定邓小平 他是踩在邓小平上 就像邓小平踩在毛泽东的肩头上 对文革的三七开也好 怎么样也好 是类似的做法 他不会有任何心性 他不会有任何创新的 他只是炒米饭 葱花炒米饭 鸡蛋炒米饭 虾仁炒米饭 扬粥炒饭 加点酱油炒饭 再加点大酱炒饭 实在做不下去了 我顶多冲着炒饭最后一道菜 我放了个屁 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